招聘中的垃圾车车斗 不断冒出阵阵白烟 紧急停靠路边 消防车也火速到场 洒水灌灸 还要火势不大 不到15分钟就扑灭 而垃圾车上 满载着从多家庙宇 收集来的金纸 突然的烧起来 有阵风鬼月 让人感觉起来毛毛的 庞大的一个资金在那里 可能大家就会想要抢 所以这种是一种 虽然看起来很像 超自然的现象 但是其实是还蛮符合 这个所谓的宗教学的 而类似这样的事件 光是在今年农历7月份 在新北市已经是 第三起的案例 原来是点燃的香 不小心混在金纸当中 所以造成燃烧 凡事事出必有因 民众不需过度紧张和迷信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